TUFTING OK 今天呢 我们来到一个非常休闲的地方 就是这一个TUFT ME 相信你们现在应该会很时常在Instagram上面看到 很多人来这边打卡 尤其是这一幅墙 对不对 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然后呢 今天我们就是来到这一边 来体验一下 做这个 我不懂它华语叫什么啦 但是它英文叫TUFTING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体验一下做这个TUFTING 它看起来是很容易 可是实际上它需要一点技术 so 今天我就会记录下来给你们看看 我们每个人的作品到底那个成品会是长怎样 先带你们参观一下这边的环境 看到这个 哇 很美啊这个 然后Jaspin做我是LV的地毯 然后这个是Auang的Bear Brick 哦 这个是等一下Cherry要做的 这个是Justin Bieber的Drew的那个Bear Bear 没错 然后这边有一个七龙竹 完成到一半 非常屌这个 很细节 nice 我们现在在选着颜色 这边有很多颜色可以选 可爱版的Montalisa Cherry在选着颜色 这个 外面 因为这个是里面的笑脸 这个比较亮一点 比较暗一点 颜色就有这样多种了 非常的细节 这个也是很可爱这个 两个拼在一起 这边的每一个角落都很适合在这边拍照 这些人 你看他们把他做成一个花盆这样 很可爱 哇 细节细节 Mario 怎样你 选颜色了 快点 搞点了吗 搞点了 到你了 我的那个模型都还没有看到啊 蛤 Jaspin已经很认真在开始做了 目前只有我的是最特别的 用拼圈罩着的 快点了 因为他应该是要问我那个大小的几大 等一下我就给你们知道 我今天要做的东西是什么 我今天要做的东西是他们全部里面 我觉得我的是最容易 最简单 创山学 OK 卡森一直在教学 另外一个也是一样 游下往上 所以我们就会有两根线啦 OK 各位 我给你们看我今天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我的地线币品牌的一个小地毯 然后呢 现在他们就会透过这个projector 照射那个影子过去 然后给你看了你的那个outwork了过后 so 我们就要在上面 画上去我们的那个形状出来 yes 没错 就是这样子 跟着那个shadow的那个边边这样画出来 然后画好过后就可以关掉projector 然后就可以开始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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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开始做先 然后等下再给你们update我的那个作品 我的那个作品到底是长怎样的OK OK 各位现在已经6点42分 我们从早上 我们从早上 没有早上啦下午啦 下午啦2点多过来开始 3点多开始做到现在3个小时出 然后我们基本上大家都已经完成了 然后我的叻 别说了别说了 因为是第一次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我的是里面最容易 可是竟然是最丑的 哈哈哈哈 看到吗各位 本来那个字哦 我在后面做的时候给你们看后面的 你们看后面是没有到这样厚的对不对 后面的话就是我aspect的那个厚度 就是没有到这样厚的 前面就是这样子的感觉 唉 OK啦 因为第一次嘛 可以做到这样 算不错 哈哈哈 OK 这个是Cherry做的 前面那些毛还没有脹 它这个难住也是很高 累吗 很累哦 不容易哦 要养足精神才可以 OK 我们所有人的作品都在这边 永明的 Jasmine的 阿旺的 我的 Ryan的 Cherry的 然后 Findy的 这个是米思的 公开给你们评价 哪一个是第一名 我觉得这个是我心目中的MVB 因为我没有看过这样重的Babrik 哈哈哈 跟他的主人一样 Lady and Gentlemen 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哈哈哈 我学 我学Dixon刚刚拍Vlog的对白 OK 我们今天来到一个 呃 这个山叫做Brogach Hill 然后我们今天叻 是五个人 呃 五人行来这边爬山 我们今天是登山者 YES 来 跟你们隆重介绍我们今天的伙伴有 有小明 有Benny 有 有 有Terry Dixon 还有Cherry 阿旺 阿旺 有6个 然后 这个叻是我们现在要出发的路 OK 我们上次去爬山是几时的事 很久了哦 我们上次去爬山 三年 应该至少有两三 两三年前的事了 然后 现在就很怀念这个感觉 因为那时候还年轻啊 可以一直去爬山 现在有一点年纪了啊 走两三步就觉得 喘了 不行啦 哈哈哈 OK 所以我们现在要出发好了 OK 我们现在 刚刚开始登 爬着差不多 十分钟左右 然后 这个山叻 它就是一条小小的路 OK 有点喘真的是 他们上着去 就是这样子一条 小小的路 OK 所以我就 继续先 专心爬山啦 不然的话很危险 因为这里的路也是 蛮斜的 我们现在已经走了 接近 二十分钟 那边很短 给你们看那个蚂蚁 哇 疗愈哦你看 特地开一个洞 可爱哦 很整齐的他们真的是 很整齐 很整齐 现在超步这样 他们一起去出门打包食物 继续出发 OK 现在我们要挑战 这个捷径 捷径它是比较斜的 不然的话原本是要从这边上去 然后绕上去 所以我们现在走捷径 好 好 好 OK OK 我觉得我们差不多要登顶了 可是 这个登顶的这个最终的步骤 有点高 有点高 看到吗 析高 下面就是顶了 看到天空了 来 这个我们要完成 爬上去 来 Terry已经 跟上了 他太慢了 他放弃了 他不要来了 喂 尊重 小明 我们山顶见 小明 哇 小明爬到这样看来是很难 小心 小心 阿伟 登山小虎队 出发 我们 山顶见 来 Terry 山顶的风景 我们要一起看 我们现在看到 山顶的风景 可是我们还没有完全上到上面 山顶见 小心阿B 还没有上到山顶就已经看到这样美的风景 你上来你会觉得值得 一点点把我要玩了 我们在那边等你 快点加油 一切都值得了 Guys 果然 登山的这种满足感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有些人这样喜欢爬山 虽然我们爬这个山 在Google那边写 难度只有两粒星 可是对我们来讲 是很危险 是很危险 我们觉得 我来讲是两粒 蛤 对你来讲也是两粒 两粒星 走这个笼杠上 你看我比人家爬到你就知道是你了 Cherry他是一个野孩子 他是那种 Gampong Girl 所以他这种 夜野活动 他是蛮强的 我听到小明在山顶的声音了 小明喊多一次 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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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Terry在那边 上来着 哇 很美阿 这边的风景 美 可是 整神探了已经 整神探了已经 OK各位 我要记录下这一刻 We almost done 我们要登顶了 蛤 半山 我还刚刚讲 我要记录神圣的一刻 我们要登顶了 我们在那边 小明到我咩 一个人头看到吗 哪里 一个人山上 原来还有更高耶 知道吗 我以为这边是山顶了耶 那边 上到山顶 我就是要上山顶的人 Let's go 各位 我刚刚还很大声讲 我是要登顶的人 可是 我的帮人他们不要登顶 高处不胜寒 王者是寂寞的 小明已经当王者了 小明在上面讲 上来耶 上来耶 看到吗 小小丽的人 不懂你们看到没有 小小丽在那边 那就是小明 小小丽大大 然后 他们不要上了 不要了啊 我是OK 看你们 可是他们不要了哦 一个人上也是很险 但是我是可以上的 只是一个人上 很寂寞叻 还有这样远 你看 OK 我们在这个 80% 80%的山坡 然后 隔壁这位 他看不到山顶的风景 王者不给力 他要偶啊 他下线了 所以我们也不要上山了啦 因为 没有办啊 很险啊 一个人登顶 是寂寞的 你看小明几寂寞 一个人走下山 所以他是成功人士 小明一个人走下山 因为刚才小明已经过我们走山了 所以他就走着走着 就到山顶了 走着走着 就上了 但是这边的 这边的风景是真的很美啦 无遮挡了 其实 我是觉得在山顶的风景 跟看到的是一样的 只是那高度高一点 在低处看的都是垃圾 在高处看的都是风景 对 所以我们的人的格局要往上 YES 我不要紧了 OK 各位 有没有很好喝吧 我们现在到来山顶了 没有很好喝 是解渴吗 山下了喽 山脚了喽 不要乱丢垃圾喽 给钱没有 平常这种饮料 放在家里 不会有特别想要去喝了 可是 在这边内 它就变成黄金 所以讲啊 每一样东西还要出现在对的地方 它的价值会不一样 水在非洲是无价 水在非洲是无价 水在非洲是无价黄金 在我们这边 你用来洗脚 洗脸 洗头发 哪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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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雷君 奢侈 OK 各位 我们 早上爬完山 然后现在 来吃dinner 然后 星雪来潮叻 Benny叻 他就约我来吃快奶 看有钱人的生活就是 他节奏比较难跟 所以我们要努力一点 赚钱才跟得上他的脚步 哈哈 人家我们晚餐吃饭一袋 又没有特别的节日 就是谈爽 找到小红薯推荐 小红薯推荐 然后就有来try看 so it's ok 啦 因为你已经开始跟上这个脚步了 所以我就去叫你一起玩 OK OK 我们就来吃一个 环境还算不错啦 可是这里有点小节奈 比起我们之前去吃其他 白蛋 比较小的空间 然后跟Cherry还有Jocelyn 所以他们现在在点着order 然后等一下看他的餐点好不好吃 我再跟你们分享啦 OK 我们现在上了我们的第一个开胃菜 我们四个人的都是一样的 然后接下来我就会转型的吃 然后吃完过再给你们讲这边的餐品好不好吃 如果好吃的话我会推荐你们 可能你们下次可以来try啦 OK 我们已经吃完我们的fine night晚餐 我个人的评价如果五粒星的话我会给三粒啦 三粒 两粒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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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这里的食材比较多是不能吃 对 可能对别人来讲是OK的 然后我们已经吃完了 酒也喝完了 我们吃到很不相关 店也惯了 人也走完了 yes 说散就散 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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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